手机坏了拿去修理 这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情 不过在送修之前 除了得要确保里面没有任何的私密档案或者是照片 别忘了 你也得要同时去登出 或者是所谓的退出 lock out所有的账号 包括你的社交媒体 电子钱包 还有你的投资账号 要不然你就搞得会像是本地一名男子 在把手机送修之前 他就是因为忘了登出所有的私人账号 结果手机修好之后 他手机里面的那些加密货币 就这么巧在这个时间点被盗了 害他白白丢了300万令吉 是的 你没有听错 是300万令吉 这是非常大的数字 全国警察商业调查局的总监在努定表示 有一名投资加密货币的男子 把手机拿去修理之后 发现他的加密货币电子钱包被人hack 骇入了 因为这时间点实在来得太巧了 就让这个施主怀疑 可能是修理手机店的员工他干的鬼 对方很可能是已经复制了他手机里的资料 再盗取这一批的加密货币 而且经过调查之后 警方也发现那一名手机店的员工 他身上有和施主同样的设备和器材 好了 这名员工跟施主拥有一样的设备 这到底是一个巧合 还是故意的呢 这还需要警方进一步的调查 警方目前没有代表任何的嫌犯 因为现阶段来说呢 还是在搜集证据 只有证据确凿之后 警方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不过警方还是促请大家 以男子的案件为警惕 手机送修之前 记得登出所有的账号 以免被别人盗取里面的资金